好 關心林舒豪來一起看看 在洛杉磯湖人隊台藝球員林舒豪 之前對戰76人隊拿下29分 是他個人本季得分新高 也讓這個總教練史考特非常滿意 結果提前把他調回先發後衛 這場比賽下來表現可圈可點 因此由State Forum所贊助的NBA Showtime 體育特派員時間 今天在觀眾來看 重回先發陣容的林舒豪 State Forum幫你保護珍惜的一切 讓你與孩子安心追求夢想 好 謝謝主播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吉德泳志 歡迎來到由State Forum所贊助的NBA Showtime 體育特派員時間 讓State Forum幫助你保護你所珍惜的一切 並且安心的陪孩子成長 一起追逐夢想 是 那麼胡人隊呢 目前呢只剩下16場不到的比賽 而值得注意的是呢 因為林舒豪對戰76人隊的時候 打得特別的好 所以呢總教練Skyl也決定要提前四場 也就是呢最後14場呢 都讓林舒豪重回先發的陣容 到底他準備好了沒 心態上或者是身體上 有沒有一些困擾 我們來聽聽看 他這幾場下來怎麼說 不清楚 我讀想要是一位問題 一位而已 不知不知 我讀想要答應 第一射中的方向 神經濟 我們真的想要這兩場 我們真的想要這場 最後一件事是 像你所說 要加上了 Ed 我覺得他做了很驚訝的工作 保護桌子 很多方面 他是最重要的選手 這個遊戲 最優勢的選手 他保護桌子 獲得了很多打球 這就是開始了我們的禁錄 這就是讓我們開啟開 從那裡我們能夠開啟 當隊伍 人們都會開啟開啟 進入打球線 在確定林舒豪目前的狀態之後呢 反過來我們也來看一下 到底球隊跟總教練SKA 是怎麼樣來看 接下來的比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觀察林舒豪的戰術之後 我們發覺他通常都是PKMRO之後 進去就沒有辦法找到所謂的關鍵的人 來做一個得分 或者是助攻得分的這樣一個動作 因此很多時候 球場上似乎都只有林舒豪自己在打 自己在努力 那麼這個問題 到底總教練這幾場下來 有沒有一些心得跟看法 我們也來聽聽看 是那麼觀察胡人隊在場上的狀況之後呢 我們也來看一下 由Stefan所贊助的亮眼Super Play 我們這一次呢 也特別精選出本週的五大精彩好球 以及球員的精彩表現 一起來看一看 精彩第五球先看到Costings一個遠距離的精彩地板球 幫助隊友快速上籃得分 那麼第四球呢 則是Evans一個直接上籃 然後單手灌籃得分 而第三球則是Rudy Gales一個漂亮的假動作 然後趁機上籃得分 而精彩第二球則是Williams一個漂亮的零時差 單手灌籃得分 至於本週第一的精彩好球 則是由騎士隊的Smith 他也漂亮的一個超捷 然後把球直接傳給Rudy Gales灌籃得分 精彩的慢動作再看一次 是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 由Stefan所贊助的東西區排名目前的最新狀況 首先先看東區的部分呢 一到五名都已經進入了40勝 那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芝加哥公牛隊最近因為打得不錯 所以把暴龍隊給擠下去了 那麼另外一部分我們也看到 在第八名、第九名、第十名、第十一名 由於比數都相當的接近 因此到最後誰能夠進入八強 也就是季後賽還是值得觀察 那麼西區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一到八強 基本上都已經有40勝了 尤其是雷霆隊現在拿到41勝了 那麼這個意義非常的重大 因為接下來他後面的九十、十一、十二名 像可以看到鳳凰城太陽隊 他只有38勝 是否還有機會可以擠下雷霆隊 進入到季後賽也是值得觀察的焦點 那麼以上就是目前的最新狀況 是那麼看完NBA目前整個賽況之後 我們要提醒所有的觀眾們不要忘記了 在三月二十七號 也就是禮拜五 美食時間的下午四點半 胡人隊將要對上暴龍隊 那麼這是一場應戰 那麼也希望呢 所有支持林淑豪粉絲的觀眾朋友們 繼續的為他加油 那麼以上是由時間棒所贊助的 NBA秀泰體育特派員時間 我記得用字跟用文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